嗨大家好我是趙勇 很多人都有肚子太大的問題 大家都想減去腹部的脂肪 然後有明顯腹肌 到底該怎麼做才能有效的減去腹部的脂肪呢 首先我們要了解 目前沒有明確的指出可以局部減脂的方法 都只是一些非常小樣本的研究而已 不過我們可以去了解一些正確的觀念 來達到減去腹部脂肪的目的 第一 熱量赤脂 減去腹部脂肪就是減脂的一部分 而減脂的重點就是熱量赤脂 我們不可能一邊毫無顧忌的大吃美食 一邊希望我們體脂肪能夠減少 所以想要減去腹部脂肪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基本上就跟一般減脂一樣 先達成熱量赤脂 然後搭配重訓跟適當的游氧 來讓效果更好 第二 堅持久一點 大家都應該有發現 我們肚子特別容易囤積脂肪 我們肚子的脂肪細胞天生就是比較多 肚子的血流速度也比較慢 當我們開始變胖的時候 肚子通常也是最快胖起來的 而當我們減脂的時候 肚子就會變成最慢減下來的 我們開始減脂的時候 一般都先從手臂開始變瘦 接著是臉部 胸部 背部 最後才是我們肚子 大部分人的身體呢 都會等到其他部位脂肪減少後 肚子才會開始有明顯的下降 通常都要三個月後才會有明顯的效果 所以很多人減脂堅持了三個月 臉瘦了 手臂也瘦了 結果肚子沒有瘦 然後就覺得自己的減脂有問題 於是就放棄減脂 有的時候不是你的減脂計畫有問題 只是你堅持的不夠久而已 通常在這個時候再拼一下就有結果了 當然如果你是原本其他部位提脂肪就不多 而且有一些肌肉量的人 可能不需要這麼久 因為你的身體也只剩肚子有比較多的脂肪可以減 第三 訓練你的腹部 有一些研究發現 你在重訓過後接著做油漿 你剛剛訓練的部位可以減去更多的體脂肪 似乎有局部減脂的可能 當然這類的研究還不夠多 我們也不能確定是不是正確的 不過訓練你的腹部可以讓你的腹肌更發達更突出 當你的體脂肪還沒有非常低的時候 腹肌可能就有機會露出來了 畢竟我們減去肚子的脂肪也是希望有好看的線條 那一邊加強腹部的訓練也是讓線條更突出的方法 雖然我們不確定局部減脂的方法 但至少可以局部增肌 讓肚子的外觀更符合自己的需求 好的 以上三點就是減去腹部脂肪該有的觀念 希望會對你有幫助 喜歡影片的話請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也可以按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的通知 也可以follow我的IG跟MV 我們就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